天人合一 提高生命质量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天势力集团冠名播出的 国学堂 我是梁东 梁文人 刚才我们请到陆老师 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关于中国命理的一些看法 他是作为一个学者去研究这个现象的 那么很多人都自然而然就会问到一个问题 说在中国你说这个命理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人都有很多 难道这些人的命运就一样吗 我想所有反对这个事情的人 都会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 你想 我相信你也会提过这个问题吧 好 是的 我可以回答肯定不一样 那么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讲 那个所谓的中国命理 它是讲的是你出生的那个时空 那么出生的时空呢 它的具体的方法呢 是用天干地支去标记这个出生的时空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 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 甲 乙 丙 丁 物 己 庚 心 人 鬼 被称为十天干 子丑银某 陈似五味 身有蓄害 叫做十二地支 十干和十二支 以此相配 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 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 组成了干支技法 那么石层实际上 我们一般讲是十二个石层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就是紫时 因为紫时在古代是我们今天讲的晚上 二十三点到明天的早晨一点 如果我们把日子的分割点 放在零点或者二十四点 那么紫时就变成两个了 一个是所谓一夜紫时 也就是二十三点到二十四点 另外一个称为早紫时 那也就是零点到一点 按照陆志吉老师的观点 不同的时空结构 可能是人们体质不同的原因 那么会有多少种时空结构呢 按照显示 作为年干支 每六十甲子一个循环 作为月干支 每年十二个月 有十二个不同标记月份的干支 日干支 也是六十甲子一个循环 持干支每天十三个时段 所以计算结果是 一共有五十六万一千六百个 不同的时空结构 这里我想要澄清一个问题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去认识生命 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我们可以用基因的角度 也就是说生物学的 遗传基因的角度去认识 我们也可以用中国传统的 我说这个时空的角度去认识 但是我们生命现象太复杂了 不可能用一种角度 去得到所谓的百分之一百的结论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如果有一种方法 能够比较精细的去认识一个问题 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把它丢掉 我们就要进行研究 让事实来说话 好 您说到这个事 就让事实说话了 那我回应起来刚才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提到的一个话题 就是一对同样的父母 他们生下来的孩子 由于受孕的时间不同 老大 老二 老三 所以导致他们的基因也不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时间 对于一个人 和他的身体健康 实际上有影响的 于是我就发现 陆老师在做了一个研究 叫做又一种基因的探索 在这本书里面 陆老师在思考一个问题 叫什么呢 就是说出生时间 与体质之间的相关性 对吧 你发现这个 你做了多少个量化的研究之后 发现它是否真的有某种的相关性呢 是这样 我因为你刚才谈到 就是说我对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对中国的所谓命理学很有兴趣 所以我下了功夫去读命理学的文献 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 就写了这本《中国命理学史论》 当时我想写这本书 那么跟当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主编谈了 他说这是迷信啊 那我说正因为大家认为是迷信 我所以要去解剖它 那解剖最好的方法 就是从历史来看 它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发展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 去解剖它 这才是最好的破崇弥性 所以当时他似乎同意我这个观点了 所以我就从历史文化现象的角度 去研究这个命理的发生发展 以及它可能面临的挑战 或者他现在就是说 我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命理学实际上是 中国的这个农业社会 这样的社会模型所反映的 这个命理的研究 那么今天这个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发展了 这一套这个命理学的理论 它显然面临了一种挑战 是生存还是灭亡 那就是就让历史来做出一个结论 所以我觉得现在还下结论 未是过早 对 那说回来 说回来您的这本书吧 就是讲到的关于这个时间 一个人的出生的时间 和他的人生的健康体制的关系 说到此处就想起了很多年前 我曾经采访过 在北京的一位叫王岐的教授 那个时候还是在做电台版的国学堂 这个王岐教授 他们做了一个全中国人口的 大概有30万个样本的一个 那算是很大的一个样本量的一个统计了 发现了中国人 其实是给大致分为九种体制 后来他们这个研究成果 还拿到了国家的很多的 这个研究的这个奖项 就是说大致来说 中国人可以分成 比如说弹肢体制 弹肢体制 阳虚体制 阴虚体制 气虚体制 等等等等 这种体制的分法 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医生 在看一个病人 其实是有很多的帮助的 比如说这个人 他天生就容易这个哮喘 有些人天生就容易很多谈 诸如此类 是不是您的这个研究 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 所谓体制 当我写完那本 《中国命理学史论》以后 我一直想用这个 能不能从当中 找到中国的古代智慧 然后跟现代现实联系起来 看看到底有没有 这个可以得到事实的证明 或者哪些可以得到证明 哪些是糟粕 我们应该丢掉 那么当时我就看到了 王岐教授 他领的团队 所做出来的一个成果 就是所谓 中国人的九种体制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岐教授 带领课题组 对两万例流行病学调查基础上 将中国人群的体制 分为九种基本类型 分别是 平和制 气虚制 阳虚制 阴虚制 弹湿制 湿热制 血淤制 气淤制 特炳制 每种体制都有不同的形体特征 常见表现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 并有特定的发病倾向 陆志吉先生进行的 出生时间与体制关系的研究 便基于这一套中医体制学说 那么我就想 这个健康 这个疾病是每一个人关心的问题 那么我就想 能不能我用中国古代的这个方法 加以提炼 看看能不能跟现实社会联系起来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题目 也就是出生时间和体制之间 究竟有没有相关性 所以我就 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我在这方面 探索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 你会发现说 这个出生的年月时间 跟人的这个健康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仅仅是你在这研究的 据我所知 外国有很多人 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到底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 做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稍使休息一下 马上继续回来